医管局核下的临床医疗管理系统 夜晚发生故障 所有公立医院都受到影响 过几钟之后回复正常 故障期间派不到药 也看不到病历 有医生形容影响十分大 有津华报道 故障发生在夜晚7点 医管局说临床医疗管理系统的 网络连接发生故障 医护人员未能登入系统 也不能处存或者索取病人病历的资料 有医生说 系统负责所有急诊室门诊和病房的病人服务 就连医院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 都是依靠这个系统 形容故障影响很大 尤其是新收的病人 因为他旧有的记录 可能未必就立刻可以在排队上拿回 他们都会看不到 医管局说 临床部门实施紧急应变措施 改用人手输入病历记录 又透过问诊了解病历 系统在夜晚8点多回复正常 并且会深入调查事件 又对系统故障期间造成的不便 向公众致歉 有时电视记者又进华报道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